早餐風之鄉 祖神公約協會 每個月都會固定到市大廚來 風釋為問 這回他們賺到貴賊進展 準備民生物資送到特區市大廚來 提早慶祝團營 早餐風之鄉 祖神公約協會的幹部 抱著用著想法帶民生物資 在航空裡面軟來軟去 總算到特區中部的廚來 其實中秋節在我們中國人的心裡面 就是一個團圓的日子 那因為這些獨居的長輩 他們平常比較少有人陪伴他們 所以我們的幹部團隊 大家一致的認為說 利用這樣的節日來陪伴老人家 然後正好有一些物資 那大家很熱心 我們把它集中起來 利用這個時間就送來給各位長輩 其實來的時候他們 因為平常他們都一個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跟他聊起來 通常他都會告訴我們 他以前的一些事情 然後趁這個機會 我們也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然後再找有沒有更適合 其他幫助他的方法 曹志雄祖神公約協會 關懷照顧特區中部的名菜來賓 二歲都超過75歲 上年中的已經過了091歲 說他學會的幹部 每個月都會來到家 方式中部的情緒 別人開工 聽他們說過 用八篇來聽不懂 特區老婆的心中受不了的感覺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啦 中秋節快樂團圓的日子 方志雄祖神公約協會 因此台北京地求職正前 請到處來探訪特區的中部 和愛國溫暖團隊出去 提前跟這些老婆婆過中秋 中華新聞也豐富 何必採訪報道 觀看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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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